生活经历和从业经历都非常简单 一直都是做一件事 那就是外貌 我的朋友对我的评价是比较干练 工作方面管理能力较强 对待我的员工 对我个人比较真诚 今天来到非礼莫属 想寻找一种新的突破 重新开始 叶少林 男三十四岁 湖北人 无昌理工学院本科 国际贸易专业 大家好 我叫叶少林 来自湖北武汉 在温州从事外贸行业 十一年的时间 从业经历非常简单 一直从事的一份专业 一份工作 那就是外贸协业出口 今天来到非礼莫属的舞台 有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趁着自己还年轻 找到一份新的职业起点 一个新的方向 另外一个就是 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榜样 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生命范本 你要想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给他看 今天我来到这里 我的求职意向是 职业经理人和 与销售相关的管理岗 谢谢大家 董老师好 有娃了是吧 两个 闺女还是小子 儿子 女儿都有 压力好大 山大 所以你这次来要求应聘 这个职业经理人 要求薪金多少 两万家 两万家 说一下你的第一份工作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毕业之后 在温州的康奈集团 的国际贸易部 担任外贸业务员一职 外贸业务员 业务员 什么产品 鞋子 增皮 蓝鞋铝鞋都有 第二份工作 听说你业绩不错 有过亿的业绩 跟我们说一下 吓死我了 过亿的吓死 我们是从2008年的 3月8号 正式公司开始成立 成立了之后 然后4月15号 就去参加了 中国进出商品交易会 然后当时接到了 我们现在的一个 主力客户 接到这个客人之后 我们跟他进行打样 进行合作 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 他们给了我们第一份订单 自己开了一个贸易公司是吧 对 也是做皮子 做格 做格 对 人造格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PU 一双鞋挣多少大概 一双鞋 就是说按照总成本来说 我们实际上 我们利润非常低 大概是6%左右 60%是多少钱 比如说一个亿 大概就600万吧 你挣了600万 那算还算不错 干嘛不干了呢 有几点原因吧 一个是对于这个行业的 一种厌倦感 因为必定做了11年 觉得应该让自己 换一个行业 换一种思路 换一个起点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 当时有一期 豪颖 豪总 从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离开的时候 那一期我正好看了 我也是正式 从那一期开始 才真正关注 非你莫属这个 什么了 他说什么了 他当时说 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其实我也想 我觉得我也可以 重新挑战一下 你是因为一个女人 说了这样一句话 所以你就离开了 那个做的 还顺风顺水的行业 豪颖可是出来创业了 你现在可是来求职的 我来求职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 自身来说 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个 更大的一个平台 去展示自己吧 好吧 再有一个 你那第二份工作 并不像你 就你写的这个 并不像你说的 业绩这么好 你看你2008年到现在 你是 我看你这收入是 100万左右 100万 每年的年收入 大概是100万左右 不是说总收入 对 我看你以为是 08年到现在呢 总收入 不是不是 那你100万到现在 求职2万 你就心态的转变 你是怎么转变呢 我这样解释吧 因为我觉得 我要求底薪是2万 但是我相信 凭我自己的一种能力 还有我这种 踏实肯干的一种 一种作风 我想以后 各位在场的各位老板 慢慢去体会我这个人 我觉得 开价不能太高 我不能说 我以前赚100万 我现在就要求100万 这样我觉得是不对的 听起来你好像解释合理 但是少林 我们还是想知道 真实情况 对吧 毕竟100万已经足够 你去全世界去看看了 足够你去各种商学院 中国最贵的 你都可以去得起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拿2万工资 他跑企业 慢慢从很基层学起呢 背后逻辑不通 他逻辑上是通的 他是因为有三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他的年龄 对 我过去有一个扎根的旅程 我现在期望30到40 给自个儿有一个 未来性的交代 尤其是还有孩子 这是他的心理观 第二个原因 他自信的部分 是因为他来自于 温州那个部分 那个品牌是个家族企业 对 那个企业其实品牌的 溢价空间是不大了 但是全是靠产品款式 和质量来走的 对 来走一活到现在 对吧 所以他对这个根基 他是有信心的 第三个 他用一个先蹲后跳的方式 说自己管理岗 他只不过说 你愿意给我总经理 我也可以 他其实是要的是一个平台 石头同志你变了 你怎么那么爱抢 来替人回答问题 而且你说这个 我会怕他被误解 他真都是这么想的 陈总您这样说 我刚才还有第三点 也没讲完 就是这个行业来说的话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来讲 我们整个 去年我们大概就说 销售业绩是有下滑 这些行业必定是一个西洋产业 所以我也想从传统的 外贸行业当中跳出来 你没有退股吧 应该 我没有 就是你不 对啊 不就OK了 我没有 他没有退股的 没有 你说的不就是个问题吗 他没有退股 公司还是你的 我这个行业是这样的 我今天来 我来之前 我已经跟我的老板都讲好了 他赚70% 我赚30% 那还是有公司 我现在这个行业 我会不管了 你晚上回去 不是也要直播吧 我不直播 我特别害怕那种不是来专业找工作的 我不直播 但是以前 你30%是拼命干 现在呢 你30%仍旧拿着 然后你却一点不承担责任 那这个老板不会有意见吗 你自己内心不会觉得有问题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个公司 从刚开始到现在 它的主要的一个 包括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是我 他觉得我 个人来说 跟他的戏场可能比较合 他就谈跟我合作 如果这样更恐怖了 本来就依靠你 而且又是你打江山 一手打起来的 对不对 原来你的那个大老板 还没有参与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你走了 不是这个公司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吗 包括员工的人心的波动 等等方面 因为你都不看好 还在节目上公开说不看好 然后你的股份还没退 那所有的员工情何以堪呢 浩洋 最主要的经营人员 他们是干股 你的股都走了 那股份还有吗 肺还在那儿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人力资源专家的已经 库尔特 少林我想问一下 你们公司有几位股东 两位 我查到的工商局的 一个注册信息上面的话 没有您 而且 上面根本就不是三个股东 而是四位股东 没有 您可以再去查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既然来到这里 来到赶上这个电视 电视台的节目 那你就这样来回答我的问题好了 你最大的订单 一年是多少 你的销售量是多少 215万 215万 你拿多少提成 我拿到了整个分红加提成的万 直接告诉我 140万 140万 然后你的底薪是多少 底薪是5000 底薪是5000 你的底薪是5000 你200多万的销售额 你拿了140万 主持人我没有问题 什么我没听明白 你告诉我 我笨 你告诉我 我 啥意思 那我不知道 就是这个 他的意思说 他比董事长赚的还多 对 那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公司会聘请你 这个是不合乎道理的 而且的话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 杨石头先生 也可以帮助回答一下 对 杨石头先生 你是代理人的 来 你回答一下 我怎么叫代理人呢 杨石头先生 是表现出来 相当点赞的专业 你一年销售额250万 然后你拿140万 不 不 250 215万双 他的销售额是 1.09亿吧 我记得 是双啊 我们以为都是1 双 双 双数 因为我们做鞋子都以双数 不是销售额 是销售量 是这样 他们质疑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没有问题 而是他们想的有问题 他们觉得这样一个人过来 是不是在那边弄虚作假了 或者怎么样了 只能说明他对我这个人不了解 对我们这个行业不了解 我觉得我待会儿 可以让我们同事 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包括我的办公室 然后我的名片 都没事 这个东西都可以去 我觉得不用质疑 少林的这个真实性 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 少林刚才的那个 没解决完的 那个问题 待会儿第二轮回答 刚骨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还是比较重的 任何一个曾经的高管 或者业绩好的人 总会有各种质疑的存在 这也合理 也请你原谅 没有 在接下来第二环节 希望你更多的彰显自己的实力 证明自己 好吧 没有关系 我听得没错啊 两万 对 两万家 这个职业经理人 对 或者是与销售相关 对 有地狱限制吗 最好在江浙或武汉吧 最好在江浙或武汉吧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去火轮 灭了两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来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我先准备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 大家都这么累了 放松一下 你唱什么歌啊 《如果爱》 那你先唱吧 如果这就是爱 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 就算受伤 就算流泪 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 爱 在回忆你总是那么明白 困惑的心 流过的泪 还有数不清黑夜等待 如果这就是爱 谢谢 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吗 觉得自己工作挺忙的 然后平时照顾家和孩子 确实比较少 也希望借助这个舞台 对自己老婆说谢谢她 谢谢她跟我生儿育女 把两个孩子带得都非常的棒 也许她们不是最优秀的 但是我心目当中 她们是最棒的 我的老婆也是最棒的 你说完这番话 这个歌才完整吧 不对 我觉得你上当了 他其实 我跟你讲解释就是演示 演示就是欠收拾 其实你是脑子里在想 自个儿就是一都教授 长腿欧巴 是不是 没有 你别逗了 你像你那么深情中间 一副寒范的样子 你其实是对自个儿 有自我品牌的一个追求的 你会看 你不信你看 她潜意识是有的 我也有点同意这个概念 男友人说自己老婆是最棒的 只可以说她是最美的最好的 而且我觉得不像是真心 我作为女性 我觉得你刚才的那个赞美 特别虚假 我也这么感觉真的 我认为是真的 因为她都说我老婆是老婆是最棒的 肯定是比较过了 我跟我老婆是大学同学 我们认识的时间 从02年到现在 14年的时间 那就继续坚持下去 平淡的话语在生活当中多说 肯定 肯定 好吧 来继续讲你的PPT 这是我们的企业一个销售状况 从我们17.5万双 第一年08年的时候 到我们2014年的时候 达到了215万双 销售也从了1000万 到达了1090万 这也是我们一个销售业绩 这是我们在国外参展的一些照片 包括了意大利 美国 然后德国 还有中国的金出口商品交易会 我觉得销售能力 能不能深入地讲一下 可以可以 不仅仅是看业绩 因为我们从每线上来说的话 价格是第一位的 这个是肯定的 无论你都不会说 你的东西做得再好 你如何去销售它 第一是价格 对 第一是价格 第二个就是你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沟通 举一个例子 今年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 收到了客人一个投诉 这个投诉就是我们的一批鞋子出了问题 去年有6000双 这个鞋子出了问题之后 客人它是没有办法去销售的 客人是说要全部都销毁 要我们承担所有的费用 和它的一些 包括来回的运费 包括它的一些成本 这个时候 我想到 有两点 如何去挽回这个损失 第一点 就是我们要要求客人 因为它是连锁店的客人 我们要求客人将所有的鞋子退回 我们进行一个反攻 我们在第一时间 把这个鞋子做出来运给客人之后 当时客人最终同意我们是打半价 就是我们只用承担3000双 这样子我觉得体现了我们一种 就是公司的一种态度 你好像在说一个危机处理 但我觉得你的处理完全治标不治本 这个我觉得不需要你这么高工资的级别 我觉得一个实习生也是这么处理的 因为你要知道你们的行业 其实现在区域像已销定产 对不对 尤其是在线上下单 甚至众筹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想你治本的方法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你过去的能力 都不能支持你过去的事业 你今天拿什么能力来面试新的岗位 回应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 您刚才说 如果是一个刚刚毕业生 这一点我倒不同意 因为我这也是多年的一种工作经验总结而来的 没有什么技术含了 少林 对 我也是觉得 你依然赔了呀 对吧 我问你一个特简单问题 你认为现在线上可以实现凉鞋这个业务吗 可以 对 既然线上已经可以实现凉鞋的业务 可不可以再推进一步 怎么把这个擦屁股的事完全抹掉 完全前置呢 你为什么要去讲一个落后的东西 还觉得这是你的经验之谈 有什么价值吗 它不该发生的 所以今天你来选择企业 你会选择传统的企业还是互联网企业 我今天过来主要是想一些新兴的 你想去哪家企业有心里有数吗 我想去杨总那边 杨石头 对 然后为什么 因为他做他的营销嘛 他做什么 问题是我们没有销售总监 也没有销售经理 我们基本上就 首先让他说一下 了解杨石头那是干什么的吗 他们是把作为品牌营销来讲的话 他们把品牌通过一些 一些他们所有的手段 把树立品牌形象 然后把品牌 你好像不明白他具体是干什么的 不是不是 我是这样的我来之前 他的公司叫什么公司 他的公司名称叫什么 杨石头的公司 叫智力方 智力方什么 我不知道 该问的都问完了 我们第二位有选择了 我们也想问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他薪资调不调整 因为你是来学习的 他不调整 他不调整 他原来是五千几本工资 他不调整 对吧 不调整 不调整 来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大卡出现了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谈牵不上感情 黄金铭请说出你的职位和薪酬 外贸专员 这是外部的我们那个 正在建立这个部门的经理 我们可以给你给到的是 八千家 人家坚持两万 人家坚持两万 他两万他可以不选择我们 大家可以记住 我们现在在场的每个老板 正常人家要一万五三 为什么也给六千给八千 他现在刚才已经一再坚持两万 那他才可以灭了我 是吧 但我因为我要给他个机会 因为智能硬将 他未来在海外做十个亿 一百个亿 很容易 工作地点在哪里 上海或深圳 我建议去深圳 没有了 少林我觉得如果你真选了他 我们就实在不能理解 因为你希望的地点是离孩子老婆近点 对吧 他工资也不能让你满 你地点也不能让你满意 如果你真选了他 不是偷师才怪呢 是吧 对 本来他原来就有一份工作 我觉得本来也就不大会选 你们这些人真不厚道 黄金铭就想说两句话 不让他说个人 我说实在 真的 可能大大人都可能 都很多要怀疑你今天 谁让你站起来的 杜老师我认为呢 以后真的在少欺负我 虽然我的语言真的不好 是吧 没有你反应那么快 但是我认为真的 我是来这里边 专门希望招中求职者 你看看 你这话有两句不对 我给你扯一扯 第一句话 你说你是到这儿真正招病求职者的 人家也是 不 我知道他们都是 第二 你说我欺负你 其实我是爱护你 你看啊 你的服装是我设计的吧 你最后那句标牌我很丑 但是我很温柔 是我帮你设计的吧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 但有的时候你不是 其实我一直都挺爱你的 你看你这种人太不懂爱了你 没有问题了是吧 没有了 没有问题好好考虑一下啊 因为毕竟第二次转行 然后呢 家里也有孩子 慎重的考虑 好吧 来 十五秒钟时间 西莫科技 谢谢再见 你选择的是 谢谢再见 小点声 好 点亮灯 你有什么话要送给最后给你留灯的那位黄先生吗 首先谢谢这位黄总啊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虽然我没有好好的把握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来了 我对自身有一个价值的评估 定两万 这是对我人生的对我一个职场的一个认可 也许您觉得我什么都不是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要求 就是觉得钱不够嘛 对 对吧 如果两万你去吗 去 但是作为销售来说 不管是八千还是两万的底薪 都可能拿到一百万呀 因为肯定有提成呀 因为我觉得今天来了 那你要这么说 你干嘛不给他开两块钱的薪水呢 我问你 如果今天同样是八千块 是杨石头给你开 你去吗 不去 不去 就两万块钱一分不能少 对 这个我觉得都是平等的 行了 好好回去带孩子吧 来 做一个好父亲 再见 好 谢谢 来来来来 嗯 觉得可能自己能力不够吧 但是可能没有表现出来 更重要的可能是在场的老板 没有看到我的实力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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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